《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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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们先要知道 当神造我们人的生命的时候 不是单单让人只拥有一个生存意志而已 乃是也有心中的渴望 所以我们人其实都有渴望的 我们其实渴望明天能够过得更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努力向上 有吗 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渴望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出人头地 所以现在我们咬紧牙根 就是养育教育他们 身体有疾病的人 他们都渴望有一天能够痊愈 所以我们会晓得说 人的渴望本身不是罪 那乃是神安放在人性里面的一种本能 那我们有了渴望之后 才会不断地求进步 求向上 我们能够追求做到超越 比现在的地步能够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家庭要怎么带得好 教会怎么带得好 工作 施工怎么做得好 我们会发现如果没有渴望 这些我们怎么做得到 所以如果我们深思的话 我们人生里面 其实是应该要被渴望推动的 不是单单被责任来推动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渴望的 每一个人都为着自己所渴望的去奋斗 有一些人的渴望 显入在他们的激情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很盼望 我们看得出他的激情 有一些人的渴望 显入在他的行动 恶话不说 就是天天很忠心的 刻苦耐劳地做有一些事情 是因为他的渴望 其实我们人所求的 所想的 所愿意的 都是来自我们的渴望 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 我们常会看到诗人 常常有一些渴望就显露出来 刚才我们读了 诗篇二十章 诗节 愿耶和华将你们 心所愿地赐给你们 成就你们一切的愁算 三十七章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地赐给你 诗篇一百四十五 敬畏他 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 也必听他们的呼求 拯救他们 各位在这些诗篇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的诗词里面 我们都会看到 诗人一直讲出 心所愿的 心所祈求的 这些都描绘了人的渴望 其实属灵的人 我们都看见他们是有渴望的 所以各位 我们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什么是祷告 祷告其实从某方面来说 是我们向神成名我们的渴望 在祷告当中 我们的渴望 变为了我们向神的恳求 呼求 主啊帮助我 主啊求祢成就 各位有没有渴望 在那个祷告里面 我们不但是听到那个字句 我们听到人的渴望 所以祷告不是单单字句 各位要知道 祷告是那个字句本身反射了你的渴望 如果一个人的祷告是没有渴望的 我们可以说 他的祷告其实是假冒伪传的 其实是虚伪的 其实是坐在人前 讲出来给人听的 但是他心中真的想要的 真的渴望的是什么 这是其实神要听的事情 所以我们学习祷告 其实不但是那个字句 我们把字句带出来 是要把那个渴望 内心的渴望带出来 所以我常说 我们如果为肢体祷告的话 各位你要怎样为肢体祷告 你要知道 不是单单你为他提名 你提名他这个人 这个名字 他现在遭遇什么 他的境况是什么 他的需要是什么 你要知道有关这些事情 当你知道之后 你心里面对他产生怜悯 从那个怜悯就生出渴望 主啊求祢怜悯这位弟兄 求祢帮助他 求祢满足他 求祢医治他 有没有渴望 有了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地方 神听见你的呼求 然后你过不久之后 你又听到他的境况 他好转了 你心里面又有一股喜乐 对不对 因为主垂听了 我们为我们弟兄的渴望 有吗 所以各位我常说 我们真的爱主的教会 爱主的肢体的人 为什么我们一定参加祷告会 你说我们要为教会祷告 你来祷告会 跪在那边一个小时这样祷告 其实不是这样的 很重要是你要知道 那个肢体 他的情况 他的心里面的那个痛碳 有时候他们的整个的光景是如何 所以圣经说 你与喜乐的人同乐 与哀伤的人同哀 这个就是一种祷告里面所发生的呼求 是跟人的渴望被产生有关系的事情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随便也这样说 各位来祷告会的整个的意义 各位一定要知道 神听的是什么 神听的是我们内心向神的呼求 我们众人一起听见一个情报的时候 我们一起在面对彼此的时候 为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肢体 为教会产生的渴望 是神愿意听的 所以祷告没有渴望 其实那个祷告是无用的 如果侍奉没有渴望 各位 那个侍奉只是一种责任 也可以说是无用的 我们今天这么卖力的服侍主 我们都是求上帝的荣耀 我们盼望神临栽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的心中 每个人能够看见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如果没有渴望 我们怎么能够带出神造人的那种很独特的性情 我们怎么将一件事情能够做得尽善尽美 怎么能够发挥神放在人里面无限的潜能 所以当你从这个渴望开始 这个渴望激发你的努力 你的追求 然后最后你看到成果的时候 你心中就会荣耀胜 但是当我们在谈到人的渴望的时候 我们又面对了一个很真实的挑战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人的私欲 我们都知道这个私欲是从我们的罪性而来 所以这个罪性产生的这个私欲 私欲叫我们常常将原来很正常 神放在人里面的那个渴望 变成一种欲望 所以我用这个字眼为了分辨 渴望是desire 欲望是什么 sinfu desire sinfu 从人的自私不顺服神从自我满足里面要出发的 这个叫欲望 从私欲所带来的那个欲望 sinfu desire 所以雅各书四章一开始就讲到 你们中间有争战斗 你们有贪恋 你们有妒忌 从哪里来 还不是从你们白体中的那个私欲而来 对不对 那个私欲叫你怎样 比较 叫你妒忌 叫你与世界为有 这个私欲叫你在神面前 有时候你心里很想 但是你不求 为什么你不求 你知道那个是不合神心意的 但是求也得不着 因为是妄求 要满足你的这个肉体 要活在这个艳乐当中 有没有 所以这都是私欲所带来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会知道 我们需要被神的道 被真理光照 我们才能不让自己的欲望 影响我们常常为人处事的那个动机 即便我跟各位说 即便我们认识了很多神的道 我们还是在神的面前 常常要求圣灵见察我们的心 诗篇139 神啊 求祢见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求祢失恋我 知道我的意念 所以我们有罪的人 也不能单单只有在理性上 我们知道很多的神的话而已 我们也要透过神的话 透过圣灵 真理的圣灵 来检查 要试炼我们 所以我们心才会被炼净 才会清洁 不会一直落入那种心怀恶意的光景 所以各位 我们的信仰生活 我们的学习神的道 我们在祷告当中 被圣灵检查 我们自己也检查 然后这个当中 很多的 有时神的责备 有时圣灵的光照 有时神的劝勉 这个当中又炼净我们 有时我们觉悟 我们再次又悔改 又来到神的面前 这时候我们的心才会清洁 当你的心清洁的时候 你的渴望就圣洁了 就蒙神悦难 当然我这样讲 实际生活当中 我们的渴望和欲望两个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挣扎 一个是顺服圣灵的 一个是体贴肉体的 两者之间有时候 不一定能够分得很清楚 有时候有些人说 牧师我很向往 我希望我为我的事业 或者我的孩子有这样的渴望 到底这是出自主 还是出自我个人的一种私欲 各位 这个方面呢 是有一个很真实的挑战 也是我相信我们今天 每一个人在听这篇信息 你要得到的一个解答 那这个方面呢 我可以跟各位说 这是不容易的 这是神有炼净我们 检查我们的一个过程当中 这个当而我们才会越来越分得清楚 但是呢 即便这两者呢 有真实的挑战 我要跟各位说的 首先是 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的争战 这样的挑战 而让我们成为一个 渴望薄弱的人 各位 我看有一些人成为基督徒之后呢 他就变得不太有渴望了 对很多这个每天应该要做的事 读书也好 工作也好 蛮不在乎 不太理会 那天天只有喜欢读经 祷告 这样做 其实呢 这样做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也不太平衡 真实的说 其实也不太荣耀神 神没有叫我们成为这样的人 基督教呢 不是叫我们成为一个 没有欲望 没有渴望 然后呢 什么都可以 不是这样的人 对不对 各位你看我讲道的时候 没有渴望 我今天借着这篇道 要成就怎样的事情 要怎样顺服神 我在神面前 在讲这篇道的时候 我的祷告 我的渴望是什么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基督徒呢 不是成为没有渴望的人 就是要渴望 但是呢 我们知道 因为有这个罪性的缘故 我们的渴望要归正 要归正 所以我们在处世待人当中呢 我们要怎样 借着神的道 借着圣灵的光照 慢慢 我们的渴望 变得越有价值 就越有圣洁 也借着这样的渴望 来活在地上 将荣耀归给神 咖啡 顺路 尽管 都疏 有词 是 感谢观看